我是中国画老师刘谦老师 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来画一个 我们武汉大学的一个校园 武汉大学每年到了三四月份 就会有漫天的樱花树都开放了 那个时候粉红的樱花色调 成了武汉大学的一个主色调 它和那个武汉大学的教学楼 那种绿色的那种琉璃瓦的 那个屋顶形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 一个春天的气息 今天我们来画这样的一张画 这也是我当年在武汉大学 写生画的一张作品 今天呢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把这张作品画下来 我们开始作画 我们把这张画分成上下两部分 下面这一部分呢就是画的武汉的大学的那个樱花 我们把这一块画的 这一块主要以粉红色的那个基调为主 那么在这个樱花的上面露出了那个 那个武汉大学的校园的教学楼的那个屋顶 那么这么上面这一处 我们就准备画这个屋顶 那么我们就用还是首先用这个 这个长一点的这个盲毫的这个笔 我们来进行勾勒 首先把这个里面加点水 首先把这个里面加点水 让这个墨和这个水清洗 还是以淡墨气稿 首先把那个树枝的走向画出来 我们这个呢我们首先把这个用勾勒出来 这一块我们要把这个樱花的这个骨架 这个树枝的走向给画出来 画的时候呢就不要直挺挺地去画 它是忽影忽现 首先这里有一个树枝 它是这样的走向 一定记住它是忽影忽现的 这里有一颗树枝 这是几个大树 有的位置呢就适当地把墨用的重一点 有龙蛋之分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开始点那个樱花 首先我们要用这个大一点的这个肚子的这个笔 养好的笔 我们来来进行 樱花的这个颜色呢 我们首先要把它调 调对 首先我们要给一点这个紫色 然后给点这个猪红 然后加水 加水呢如果加的不多用笔尖去点 觉得这个红色还要加多一点 一定要把颜色调准了 你再开始画 最后加点这个黄 觉得有点黄 可以把纸再带点 好首先我们用大块大块的地方 大笔大笔的点 这是大块的地方 画的时候不要去趴着往 尽量离远一点 离远一点它观看的效果也好 它颜色很淡 所以我们加水加的多一点 而且要每次要不停地调 每一笔下去的这个红色都不一样 当你每条了以后 像上上去的红色笔一样 那么它就形成了不同的层次 好 大的效果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用这个小一点的笔 小一点的笔 来进行点了 点一些碎点 它这个有点重 不要怕 它到时候晕开了 一会儿就浅了 点的时候它就有一种那种原处那种有朦胧的地方也有清楚的地方 然后它跑了以后它这个跑的时候它旁边的这个有一种蕴 这叫颜色它旁边的就比较重 你看旁边很重 中间那种浅 它就形成了一种很自然的效果 跟这个每一种进行跟之前画的那种还没干的笔法进行交汇 就形成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画种了一定不要去改 让它种没关系 它到时候跑开了就浅了 刚才这边就是这样 而且它会形成那个蕴 就像这个里面有一根 就像天然的画的一个线一样的 这也是中国画它的颜料的一个特点 有一种天然的那种笔法的感觉 适当的把颜色交换一下 不要都是一个颜色 不要都是一个颜色 因为那个樱花它不是纯 都是这个红的 它里面还要带有一点绿色 就是叶子的颜色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色调里面 还要加一点淡淡的润绿 很淡很淡的 让它在这个颜色里面泡 好 我们 我们就把这个樱花的这个感觉 用这种笔法 表达出来了 那么 这节课呢 我们就画到这里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就来画这个屋顶 这节课到此为止 下节课我们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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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